我知道你們接下來會請很多人 其實在市場上找相關的人才會否有些困難 你們又會用甚麼方法去吸引有潛質的人才加入你們 在2013年和2014年其實我們不斷增加人手 我們只是在講學員計劃方面 在2013年我們請多個400多名學員 我們講機工程有三個不同的學員計劃 第一個是建集飛機維修員 就是為期一年的課程 同學需要讀完中學會口或中學問憑試 第二個計劃就是建集飛機機械學員計劃 為期三至四年的訓練 同學需要讀完中學會口 而得到五科E級或以上的學歷 或中學問憑試有五科E級或以上的學歷 第三個學員計劃就是飛機工程執照學員 為期三年的計劃 而需要同學有高級、盟憑或以上的學歷 換言之透過AELT加入的學員 如果本方不是讀工程的 是否都可以投考這個計劃 在這班申請者裡 我們不需要去特定工程的科目 希望申請者一定是對飛機工程有興趣 或者工程有興趣都可以投考 在幾個學員計劃裡 就知道飛機工程執照學員計劃 就簡稱AELT 就會針對一些專上程度的年輕人 就招聘他進來做這個人才 在這個AELT的計劃 可否再詳細說多一點內容 以及晉升階梯呢 這個AELT的計劃 即是飛機工程執照學員計劃 訓練期是為期於三年 在這三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有不同的訓練 亦都會有不同的 practical experience 給同學 這三年當中 我們希望去投考到 某些香港民航署的維修牌照 而晉升階梯之後 都希望成為一位工程師 我相信很多乘搭過飛機乘客 都會好奇 知道其實維修的人員 他們是否只有很短時間 可能是飛機降落到起飛 中間是很趕急的時間 去做一些維修 整理的工作呢 如果在外勤維修的同事 其實都比較趕急的 由降落到起飛 可能在一個小時以內 他們已經要完成 他們的過境的維修 其實是否女性的 做飛機維修是比較少的呢 現實會是怎樣的呢 而我們現在也有幾百位 女同事其實是參與 我們飛機工程的維修 其實女性做飛機工程的維修 會不會有特別的優點呢 女性有時比較細心 會看到多一點點東西 無論男生或女生 如果身形細一點 可能捐細一點的洞位 其實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一陣記錄 是的 能穿了很多個月